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呼吁所有人删除抖音 2月6日据外媒报道 英国外交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 保守党议员爱丽西亚卡恩斯警告说 现在有重要证据表明 抖音被中共用来收集英国个人用户的数据 以达到其情报目的 现在这种信息收集对英国人构成了重大威胁 卡恩斯议员呼吁所有英国人 从他们的手机中删除该应用程序 以保护自己 因为抖音泄露了人们最隐私数据 例如你和谁是朋友 你的兴趣是什么 你不想公开披露哪些利益 你和谁在进行私人谈话 你所去的地点 中共国正在收集公众数据基础上 建立一个科技极权国家 所以英国必须更认真的保护自己 我带你去法治稳 你去法治稳 我带你去法治稳 我带你来 你去法治稳